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这个监控的部分 我们现在比较直接进到的是 在企业管理里面 进到一个组织里面 进到一个公司里面 然后就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每一个部门的话来讨论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讨论的是 生产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会去讨论人事的部分 财务的部分跟行销的一个部分 所以后面的安排的话 就会照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当然我们在讲人事管理的时候 我们会又再回到 回到这个所谓的管理里面的 所谓领导的那个部分的话 再做一些探讨 好 那在生产管理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先一定要有产品 所以生产管理是 在生产 因为产品是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当然这个是最开始 你就要先有产品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生产的这个地方开始谈起 那忍不住我又再插回来 这个蔬菜这个异常情况 我们说抓到蔡虫 上礼拜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蔡虫抓到了 这是媒体下的标题 然后有一个 有这个盘箱呢 它就储存了300公顿的这个 胡萝卜 然后媒体就大肆报导说 它叫蔡虫 那那个各位的学长 在同意担任这个采购经理的学长 就讲 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有1200公顿 那我是这个蔡虫的四倍 那我是不是马上会被抓去关呢 好 所以蔡虫的定义呢 跟它储存多少量 应该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重大的关系在哪里 它一定要储存 因为它不储存的话 它今天有货 明天没货 它怎么持续做生意 重要的是它除了这个货 它是不是真的有从监获的暴利 而什么叫暴利 我们叫abnormal的profit 不正常的一个利润 在经济学里面有讲过 正常的一个利润 是不是 你本来每一个 你只要有付出的话 你都应该有正常的利润 所以我们讲它暴利 它的正常付出之外 不应该有这么多的一个获利的话 那当然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所谓不正常的一个利润 那才是应该去调查的一个部分 所以不是说你有储藏了多少公顿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菜价标高的那个是叶菜类 并不是胡萝卜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就去看看 就去抓了这样子的一个盘箱的话 就很快的下降的一个定论 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一个做法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上面要 在这个主题上要谈的一些部分 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 我们讲有所谓生产管理 production的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叫operation 叫营运的部分 其实production跟operation的话呢 某些时候其实它是蛮混用的 那当然production比较强调的是 你把原物料把它转换成 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叫做生产 是operation的话呢 它又是比较广的 它可以说它是比较广的 它有点又 大概又可以有点像我们讲 经营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生产可能就是只是 它中间的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你把原物料 你把原物料把它丢到这个制程里面 把它变成最终产品 只是在我们的营运里面的一块 因为你还要想你前面还要买原料 然后生产完之后你可能要仓储 仓储完之后你要把它送出去 所以这一大段的话呢 都是跟我们在所谓的这个产品的 这个生产跟它的这个出厂 这一段是相关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营运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两个字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那什么叫生产 什么叫生产 把资源转换成最终产品 或者服务的过程 那我们就叫做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生产 那这边很重要 强调的是一个converging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你比较能够理解的是 我把什么东西丢进去 然后出来了就变成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生产 大家可以理解 那服务的过程里面呢 你丢进什么东西出来什么东西 就不是观念上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强调的你生产的话很重要的 从经济学角度 它就是能够创造什么 形式效用 所以你原来的资源 不管它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把它转换的话呢 那它就是创造了一个 它就是创造 它就是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想水力发电算不算一个生产 它从在日月潭 日月潭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的这个水的话呢 它这个水从白天从上面 把它这个往下面流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动能 就去转动的这个涡轮机发电 然后这个电的话呢 还可以接出来 所以可以供它附近的这个居民的使用 到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水因为是未能 它是从未能转换成这个 产生动能 然后去带动这个 这个斡旋局去运转的 去发电 然后到晚上呢 这个水呢 是不是又会再把它抽回去 不然的话 上面就没水了 所以它利用这个位差 这个地理上面的一个位差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发电 所以到晚上呢 它就因为电已经晚上 多数的工厂不使用了 家庭用的比较小 所以晚上它再用它发的电的话呢 把下面的这个水再把它抽上去 第二天的话呢 它再把它降下来 所以从水 从未能转换成这个 变成电能这个过程的话呢 基本上形式是改变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什么 生产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 那对农业来讲的话呢 当然大家最熟悉了 我们把什么变成什么 我们把种子变成 我们把这个稻米 就是那个稻谷的话呢 我们把稻谷把它变成是最后 变成是新的这个稻谷出来 或者你小时候做过的一个实验 用豆芽菜对不对 把绿豆拿来 然后最后变出来的呢 就是豆芽菜 这就是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 converging的一个process 它创造了不同的形式 你当然你可以吃绿豆 可是转换形式之后呢 你可以去吃豆芽 你可以去吃这个豆芽 那黄豆也一样的效果 黄豆呢 黄豆原来就是黄豆 是不是 然后你也可以去把它 让它去发芽 变成黄豆芽 然后你把它去磨一磨呢 变成豆浆 然后再去把它煮一煮呢 就可以变豆花变豆腐 是不是 所以这些过程的话呢 都是所谓生产 好 那有几个相关的一个名词 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 这是工业化之后 就是这个 正气机发明之后 那我们有机械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量生产 可以去 一直不断的去复制同样的产品出来 这是mass production的一个概念 农业有吗 农业有没有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 有啊 我们的机械化生产不就是mass production吗 就大量生产 如果你还是停留在人力跟收力的组合的话呢 当然就不是那么mass 就没有那么大量 但是呢 基本上它的产量也比说你一个人 一双手在生产来得多 好那刚刚我们一直讲这个conversion的一个过程 好像都是先把这个资源把它做转换 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这个 要把这个很多东西加进来 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绿豆发芽变成绿豆芽的时候 你总是还是要有一个什么 水盘吧 让个绿豆放着还放铺一些棉花水让它可以发芽 这样还加上一些水 所以好像是绿豆还要加水这样子 还要加一些东西去把它组合出来的 但是 所以我们讲那是synthetic的production 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概念 你好像把一些东西加在一起 然后就创造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种呢 是anethical的这个production 分解的 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石化工业在炼油 它是不是先把油 先根据它不同的燃点 先把它分出来 根据它的燃点不同的话呢 就分出了这个 比如说我们正常用的这个汽油 然后有这个Junk油 然后飞机用的话呢 有飞机用的这个叫做 飞机用的这个航空用的油 因为它的燃点要比较低 在高空上它的燃点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平地上 使用的这个油的话呢 是同样的燃点 所以它就先把这个油分出来 然后剩下来呢 就会变成沥氢 对不对 就炼油的过程 然后再下来呢 它还会产生一些 它在分解 在裂解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还有一些附属的一个产品 我们叫做石化产品 就是那些什么五氢六氢啊 这些氢的 然后他们就会拿去 再去做什么 其他的产品 就是可以拿来做塑胶啦 可以拿来做化妆品啊 拿来做药品里面的一部分 那就是石化产品的部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裂解 它其实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生产都是什么 把很多东西加在一起 不是那个化合成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有可能是什么 把原来的这个资源的话呢 最原始的投入的话呢 把它拆解成 拆解成很多的 很多的一个部分 这是炼油石化工业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生产 那我们看看服务 这是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conversion的一个process 那这张图里面可以带到的 就是说在这个conversion的process里面 我们要想的在input里面的话 在input这个过程 要投入哪些东西 需要投入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再经过这个conversion的process 然后产生最终的一个产品出来 还有你要转换几次 你要转换几次 那这个转换的一个程度 就是你是全部大改变 全部把它打碎之后重新塑造呢 还是只是很简单的 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变化 把皮削掉而已 还是终终把它压碎 这有点大家就可以想 这个从potato变成potato chip 它的conversion这个转换程度 如何转换 从一颗potato 然后它变成potato chip 广告里面照出来都是一个potato 然后刀子切一切 然后它就变成potato chip 对不对 你真的相信吗 就真的这个刀子切一切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出来 那可能有一些长相比较好的potato 这样切一切是可以切出来的 或者不要切片 如果你切条的话 或许是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更早期呢 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机器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把皮削掉 把它磨成粉之后呢 再把它重塑的 所以它的转换呢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你原来potato呢 全部被你smash掉以后变成粉状 然后呢再重新把它塑造出来 所以它的转换程度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大的 它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这边我们在看到产品数跟自称 就是你同样的这些input丢进来之后 转换程度不一样 那可能你产生出来的产品也就不一样 所以同样回到我们potato的这个例子的话呢 如果说刚刚我们转换程度很厉害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先把皮削掉 在小皮的过程皮是不是也是一个产品 这个皮就变成可以利用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会去压碎 压碎这个potato嘛 然后再去做这个potato出来 好那这个potato 你可以是原味的potato对不对 你也可以加了很多调味的 你也可以把potato呢 事实上那一个potato chip 它不见得是100%的potato 好因为你要把它 你要把它塑形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要再加上一些添加物 加上一些添加物 然后你要去做一些调味 好你要去做一些调味 那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可能就有很多的添加物在里面 所以你有多少产品的话呢 你可能就相对你有多少的制程在里面 然后你在转换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其实它也影响到你后面的产品数目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 所以同样道理啊 大家可以想啊 像我们的这个米 像我们的这个白 就是从我们的稻谷 一直到最后的白米 可以 它可以有多少转换 它的转换程度可以 还是看到一颗一颗的米粒 对不对 还可不可能转换到 你完全看不到米的形式 就把它磨成米粉 对不对 然后把它磨成米粉之后呢 你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你最熟悉大概叫做那个面茶 对不对 米茶 它就是那个米做 就是那个米磨成的一个粉这样子 还有呢 你知道有米做的蛋糕吧 你制造有米做的馒头 就是替代了一部分的面粉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变成是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出来看到的 它已经完全跟米了 就是长相完全不一样了 好 所以转换程度 在我们的生产过程里面 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概念 好 你要把它转换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农产品呢 转换程度呢 非常多数大概都是什么 清洗清洗包装 尤其像蔬菜对不对 清洗清洗包一包就好了 对不对 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 再精进一点的 比较精进一点的 把它磨成汁是不是 把它剁成粉 然后把它拌到面粉里面去做面条 这个有吧 这就转换程度略高一点 或者我们把它打成汁 果菜汁 这个程度就已经有蛮大的改变了 你还可以想到什么 这就是你的创意啊 你可以把它转变的越多的话呢 别人没有想到的 你可以把它转变 然后变成大家更容易消费 更喜欢消费的话呢 那这就是你的成功的地方 所以你可不把它转换变成那个 变成一颗胶囊 变成一个蔬菜锭 对 因为大家都很忙碌 那吃菜的时候呢 又很不方便又很怕 还有农药材料有什么的 然后就吃那一颗 就可以弥补了这个 一天所需要的 营养这个纤维素啊 维生素啊 这些 这些这个 需要从蔬菜里面来吸收的东西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人生就会蛮没趣的 这个吃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农业存在的价值 好 那制造业跟服务业有什么不一样 刚刚我们讲的 刚刚我们讲的 都是在制造的一个过程 那服务的话呢 服务的话呢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样服务 很抽象 对不对 还没有接受服务之前的话 你不知道 你就是凭想象的 听人家说的 然后接受过服务之后 你得到的呢 一个经验 一个经验 一个记忆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在服务的 在这个服务提供服务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消费者是要参与的 对 人家提供服务给你的时候呢 你是要参与的 所以这里面服务像什么 你去咖啡馆去餐厅的时候 人家服务神帮你送菜 送茶水 这就是一个服务嘛 他送给你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放在桌上 然后你也可以什么 伸手去接啊 所以他在服务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大概消费者都会参与在里面 然后消费这个服务的话呢 就会是在那个消费的时间 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 他没有消费掉的话呢 这个服务就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生 他在同样这一个分钟之内 他如果不是帮你上菜 他不是来 来帮你提供任何的一个服务的话呢 他就是爱抖在旁边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下一分钟呢 又是新的一个一分钟了 所以刚刚那一分钟 对老板来讲 他该提供的服务 他没有提供 所以我还是付他薪水 但是呢 他有没有什么贡献 他就没有什么贡献 所以服务基本上 他是不能够储存的 他就是发生在那个时间点 那我们讲 像饭店 他其实也是一个服务业 他服务了你什么 饭店住宿业 他提供你什么服务 他把那个房间租给你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去使用 那个房间里面所有的设施 所以你的 你接受到的服务呢 就在你住宿的那一个当下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之间 没有人使用的话呢 那他这个提供的服务呢 就没有被消费掉 那就变成是一个浪费 所以也不能说浪费 基本上就没有创造 任何的一个利润出来 所以服务是不能够储存的 他只是发生在那个当下 而且这个服务的话呢 有些服务还看 就是还是会有 这个地点上的一个差异 你该发生的这个服务的话 你可能在不同的地点 你接受到的服务 可能品质就会不一样 所以他跟这个服务地点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差别 然后还有 跟这个提供者接触的一个程度 然后还有具体化的程度 基本上呢 服务都不具体 基本上都不具体的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 像这个住宿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看到网路上 就是说这个民宿怎么好怎么好 然后大家去住了以后呢 就回来开始抱怨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说 他真正提供给你的服务是什么 你只是看照片来的 你只是看照片来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想象 同样一张照片的话呢 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感受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效用都不一样 不是吗 所以我给他打100分 那你可能只是给他打50分 所以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 那对于这些服务来讲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尽量地想要把它具体化 因为透过这个具体化呢 你就可以向人家去检视说 我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话不光是提供照片 现在还要做什么 360度对不对 你还可以实体体验一下 现在360度都不够了 还要做720度 你知道720度怎么做吗 就是你还可以前进后退 所以360度只是环绕而已 只是环绕那个场景 360度的话呢 就好像你 就真的所谓的这个VR的体验 就对了 你就是在那里面 所以你可以前进 你可以后退的这样子 这是720度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科技的话呢 对我们的服务业 基本上大概就还是可以 尽量地去帮助他的一个具体化 所以简单归纳 服务业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看不到的 第一个它看不到 第二个它是不能够储存的 第三个的话呢 其实它的变动是很大的 因为它跟提供者的接触程度 所以没事这个提供者 同样的服务生 你上次来的时候 你觉得他好有礼貌好客气 今天怎么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吃的炸药一样 今天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品质的变动是非常大的 那 讲到这个更可怕的是谁 医生也算一个服务吧 对不对 所以医生呢 开到的时候情绪不太一样的话呢 所以开出来品质就不太一样 特别是那个做美容手术的医生 所以千万不要得罪他们 所以这个 它的变动性非常大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跟提供者的接触程度 是很大的 所以提供者 它的这个 因为毕竟还是人嘛 所以它的这个情绪反应的话呢 就会呈现在里面 所以这是这个服务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地方 好 那这下面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要看到产品 我们就要先讲一讲产品 可能在行销的部分 我们会再提一提 怎么样去开发新产品 不过我们现在大家简单的先对产品 这个企业你要去做产品的话呢 你要去开发的这个产品 我们强调一定是从R&D开始 R&D开始做的R&D开始 可是R&D的话呢 这个research的话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很基础的一个研究 所以它很努力的在发现新的知识 所以它努力的去发现这个新知识 再来呢apply research 把这个新知识的话呢 拿来运用 可是拿来运用的话呢 它不见得还有商业用途 真的有商业用途的话呢 是第三种类型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比如说我们发现荧光的一个这个知识 为什么这个有萤火虫啊 或者有些昆虫它会身上产生荧光 OK我们就去研究 研究它身上产生荧光 然后可能是因为它的基因啊 或者是它的某一个部分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因素存在 所以它就可以发生荧光 OK这是一个新的知识 那这个新的知识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运用 我们可以运用在哪里 假设是因为一个基因的关系的话呢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昆虫身上的这个荧光的基因 我就把它接到另外一个昆虫 接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动物身上 这就是一个新知识的运用 好那把它接过去的话呢 那看看它到另外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段基因的话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 这个生物体上面的话呢 那一样可以反映出来 好所以我们就去做了荧光珠 我们就去做了这个荧光花 好 去做这样的实验证明说 真的这个珠的话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基因存在的时候呢 它也变荧光 但是谁需要荧光珠荧荧花 对 你会养一只荧光珠当什么 宠物吗 然后晚上就带它去遛街 好炫的 好酷哦 是不是大家都看你的荧光珠 就这样什么 所以你要开发商业用途 所以一只荧光珠的商业用途在哪里 好所以荧光珠不是要拿来当宠物的 它基本上呢 它最主要是在医学上 到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在医学上用途 就是它可以去追踪说 医生打的显影剂啊 或者吃了药下去的话呢 那透过这个学医的话呢 这个荧光去显现 它到底是怎么走的 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药呢 应该是怎么样子来 怎么样子做比较好的 一个搭配 让它可以真的 好全部进到这个 病患的这个身体里面 让它发挥这个药效 好 那荧光花呢 晚上会花荧光的花呢 它有什么商业用途 你要在你们家晚上 花一盆花在那边 晚上起来的时候 上厕所方便 还是让小偷来看 不用带手电筒 他们家有荧光花 我都知道东西在哪边 好 所以当有人把这个idea 讲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这些 就问人家 你要不要中这个花 或你会不会买这个花 问人家的时候 人家就说 好像不是很需要 就没有 它就好像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继续再去突破 你要去想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用在什么地方 好 我可以这个新知识的一个运用 已经确实它有这样的技术了 再来的话呢 当然就是商业用途的一个开发了 好 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企业来讲的话 当然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收集 各式各样的新知识的运用 好 我们可以去买这些技术 买来之后呢 我们要自己去想 怎么把它用在这个商业用途里面 好 那课本就讲了 课本里面其实讲了一段话 他说美国的话呢 其实花了很多的 很多的钱的话呢 他大概就是全球 投资在R&D里面 研究做最多的 可是他们的R&D做在哪 这三个里面 他们大概做哪一个层次 他们大概比较偏重在 这个basic research 新知识的一个 在新知识的研究上面 他甚至去做新知识的一个运用 他可能比较大的比重 会放在前两个部分 好 然后像我们是比较是在这个末端去做生产的话呢 我们就会比较强调是什么 把这些新知识拿来 跟我们既有的一些技能的话呢 做一些结合 好 所以我们尽可能去开发商业用途 我们去做开发商业用途 好 所以课本里面就讲 可能相对的在中国在南韩在台湾的我们可能比较强调的是把这些研究成果的话呢拿来在我们的制造业上面的一个运用去做这样的一个运用 所以我们也是有R&D的 你看到课本的话 我们还是有被讲到 那我们的R&D呢 我们没有做在 我们没有去做这个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会比较强调在后面 可是你后面的一个运用的话呢 你当然就必须要很敏锐的商业头脑了 你对市场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要很敏锐 所以你才可以找得到 找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 那从中间的话呢来获取这个相对的一个报酬 好那在同样产品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延伸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产品精致化 就是你第一个产品做出来之后 你做了一个产品出来之后的话 譬如说好不容易我做了一个无线麦克风出来 那这个无线麦克风做出来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想把这个产品呢 把它做得更精致 怎样更精致 它太重了 太大了 是不是 它太重了我拿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或者里面要装电池 电池的寿命又不够长 所以它要去改变 它应该用锂电池 不要用这边这个碱性电池 就去换成其他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接触面的话呢 它太粗糙了一点 怎么样去改善 所以这是品质 产品精致化的一个部分 再来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些延伸 那这是在它的重量 在它的外形做一些改变 那你如何做延伸呢 所以我们就开始 同样的这个技术的话 同样是无线麦克风 那我可以做不同颜色 我可以做不同的size 我可以做在做不同的造型 对就开始出现那种什么 耳麦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啊 或者是做什么轻哈的 轻哈的这个夹子的 夹在我衣领下面 直接这样使用的 这样都可以 所以这是产品延伸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克本就举 克本举了一个例子呢 它说康宝浓汤 大家知道吧 它有罐头的那个康宝浓汤 所以它很有名的是 它做这个鸡汤 那做完之后呢 这个产品非常受欢迎 因为你就不用在家里 在那边蹲老母鸡了 你就可以有 买现成的就可以来煮了 那可是这个汤做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汤 一般大家平常常喝的这些汤 所以它去做这个蔬菜汤啊 它去做这个clam chowder啊 这个叫什么蛤蜊汤是不是 去做各式各样的这些汤 只要同样的这个技术上 它可以使用 它可以运用的话呢 它就去开发这些跟 大家日常生活 都可以被接受这些产品 所以它就已经开始在做什么 延伸化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然后它要精致化呢 它就不要做罐头 是不是 它可以把它变成 是像咖喱这样子 变成一块粉状的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有那种 就是块状的 这个鸡汤的话 把它浓缩成块状这样子 所以它就把它做得比较精致化 可能 譬如说我们去登山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不用背那么重的一个罐头 那我可以带这个鸡汤块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的主力产品出来之后 你马上要去思考的 当它受到怀疑之后 你马上去思考的 你如何让产品更加的精致 那甚至你可以去做 这个产品延伸的一个部分 那下一个主题的话呢 我们就讲 这个生产管理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真的开始生产 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规划 开始要去思考 产品已经想好了 我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来做potato chip 是不是 我们就想好 我们要做什么产品 那开始想我们要生产这个产品 那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先找potato在哪里吧 我们要先种potato吗 对不对 那我们要种多少 需求面的一个考量嘛 是不是我们要种多少 然后市场有多少需求 而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种产品出来 但是第一波先做什么 做一个两个 还是十个我都会做 十个通统把它做出来 总要先想一想对不对 然后没有卖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存货怎么办 还有我的potato种完了进来的话 我要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 在我们所谓的生产管理 这个规划里面 我们要去思考的 所以课本列了三个 在这边列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你要plan嘛 把我们刚刚想的这个产品的这个idea的话呢 把它能够真的可以把它做出来的 再来的话呢 真的就是涉及到生产面了 那我工厂在哪里 我生产基地在什么地方 那整个这个生产制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它 然后再下来的话呢 是外围相关的 进货啦出货啦这些问题的话 品质控制的这些我都要考虑到 那第一个我们当然先想说 我们生产规模要考虑多少 先考虑一下我们的生产规模 产品线的话呢 就是同样这个产品 那这个我有多少种 我有多少种 譬如说这个potato chip的话呢 那我要几个 我要几个口味 我先做几个口味出来 这就是在这个 同样这个产品上 同样的产品上面 那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同样的这个产品上面 那你可能只是这个尺寸的差别啦 味道的差别啦 包装上的差别就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一个设计 就像我们看行李箱 同一系列的行李箱 是不是有从那个什么 可以登机的 然后到这个什么 不管它这个16寸啊 然后这个20寸啊 29寸啊到多少 在飞机上可以带上去的 它就是这一系列 同样的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尺寸 所以这就是一个 产品线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在产品线上面 你要放几个 你要放几个产品进去 所以size的不一样啦 颜色的不一样啊 这就你就要去考虑了 然后再来就是 我的产能要多少 我要多大的一个产能 因为这牵扯到 你等一下设工厂的时候 你的工厂要多大 你的产能要多大 一开始少少的 这个种个 种个一公顷的地就好了 还是一开始种个五十公顷 一百公顷 potato要种多少 种少了 万一受欢迎呢 是不是扩充不太方便 然后把这个地呢 一百公顷都租下来了 然后结果卖不出去 那出境还是要照顾 这样也是欢不来 是不是 所以你的这个产能 怎么样子才是一个 合适的一个产能 让你进可攻退可守 这就是你在产能上面要考虑的 再下来你的技术呢 你是要资本密集 OK 那你就要很多的机械设备 所以你刚开始 你就要投入相对多的钱 去买这些机械 如果你要选劳动密集的话呢 当然我机械设备不用那么多 我可以请比较多的人 我就用人力来替代 那哪一个会比较好 不一定吧 是不是 不一定啦 这应该是你全盘的 全盘的一个考量 好 那 刚刚讲potato 不要讲potato 我们来讲香蕉好了啦 好 香蕉很简单 我们就卖香蕉 对不对 大家知道香蕉怎么长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去研究的 香蕉怎么 香蕉用种子长呢 还是香蕉用树来长 香蕉有没有种子 香蕉会不会开花 香蕉开花 所以它就有种子 对不对 会开花的应该有种子嘛 因为它就会结果实 然后就会有种子 所以种子在哪里 香蕉里面 那个黑黑黑黑的 那个就是它种子 好 那你如何去收集 那个种子来种香蕉 不行 好 那个很难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用什么 香蕉会分侧芽 所以我们就用香蕉 下面分出来侧芽 用那个来种香蕉 用那个来种香蕉 然后香蕉长多久 才会结香蕉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要想的 所以那个 从那个香蕉 那个蕉苗种下去 然后到它可以结香蕉 要多长的时间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但我记得 相较大概每两年 它就要 就要这个根除 然后在中心的相较出来 好 所以它大概 大概一年 大概一年它会修 就这两年的期间 它好像是可以修两次吧 就是它在根除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大概就是可以修两次 然后它每次就是长什么 一颗就是长那一串出来 就是这样一串的一个 这个橡胶出来这样子 然后两年的话呢 还是一年半 它中间有一个 需要做根除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看这农业有多专业了 如果是工业的话呢 机器碰进去 可不知道什么东西丢进去 然后它就出来了 可是对这个农业的话呢 就不是这样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 那一公顷的这个 一公顷的土地 到底可以生产多少的香蕉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这就牵扯到 如果我要 我希望一年卖750公吨的香蕉 那我需要多少 公顷的土地来生产 是不是 那这里面还牵扯到的是 我要种哪一个品种的香蕉 所以我们还必须先study一下 台湾有多少香蕉品系 那这个香蕉品系的话 要去问谁 台大 这是园艺吧 这应该香蕉算园艺吧 果树应该是园艺 所以找个园艺系的老师来问一下 台湾有一个香蕉研究所在屏东 有一个香蕉研究所 然后他们当然在做这个 甚至他们也去做那个 胶苗的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去请教他们 这个香蕉 台湾香蕉有多少品系 哪一种的话呢 长出来的味道是什么 风味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做一些了解 然后它的这个平均产量 每一公顷的平均产量 当然我们要了解 这是产能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设计好 那技术呢 选什么 资本秘籍 劳动秘籍 资本秘籍的意思就是要比较机械化生产 对不对 那如何机械化生产 种椒苗的时候请继续去种 好像也蛮难的 可能在离田然后可能做 把这个 做比较高的这个吸起来的时候 就是一样 就我们把这个排水沟做出来 做这个基础 包括要灌溉啊 我们要做地灌啊 像这些基本的设施 或许我们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资本投入的部分 然后再下来的话呢 大概还是会需要有 劳动力的部分 然后我 我现在马上想到台风来的时候呢 他不是都要去擦柱子对不对 擦竹竿啊擦什么让他不会被风吹倒嘛 这可以叫机器人来擦吗 还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是劳动力 然后再来的话可以想象到 这是最后我们要修成的时候 然后要去把那个 那个叫一穹的这个 这一串的这个橡胶 把它修下来的时候 那谁来修 还是要靠劳动力吧 还是要靠劳力吧 还是要靠劳力来修 所以基本上呢 他大概也不太可能太资本 也不可能 就还是 大概是 劳动力还是相对是会比较密集的一个部分 所以那你就要想啦 劳动密集那你需要多少人 一公顷需要用到多少人 这不就是问题了吗 好 接下来 或许现在还不到问题 好 接下来就要长指的选择 对不对 请问刚刚那些产品 跟这些要怎么预复啊 我就会去收集农业年报 去看这个橡胶每一公顷 平均产量是多少 但是 那我还是要先去问专家 这个橡胶的一个专家 我要去问他 有多少橡胶品系 然后每一个橡胶品系的话 他们应该都有这个基本的一个资料 所以他告诉我说 一公顷 一公顷大概可以种多少根橡胶 多少株橡胶 然后这每一株橡胶的产量是多少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撑起来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现在还没讲到 等一下再看 所以这样就我们现在是先估我们自己这边生产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我如果是一公顷是一公顷是生产一千公顿的话 那我至少抓到这个数字了 那我就会看市场那边我再回来修正这个地方 但是这些基本的资料我们大概还是要先有 好 再来我们大概选址嘛 你的生产的这个厂房要设在什么地方 那通常我们在选厂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考虑的 你要接近消费者呢 还是你要接近这个原料供应商 如果你的原料 它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会选在供应这个什么 原料供应的这个地方 减少它的一个运输成本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这个是比较消费品的话呢 接近消费者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接近消费地的话呢 是会比较好的 再来我们会考虑人力资源的部分 比如说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这个技术劳工的话 那我当然就要选到有什么 有技术劳工的这个地方来做 技术劳工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话 当然土地成本也很重要 这个土地不管我要买 我要租的话呢 这个土地成本对我都是很大的一个考量 在其他考量因素 譬如说交通便利性 这个我的这个 我的产品要出去啊 我的原料进来啊 它是在深山里面啊 还是在高速公路旁边 这就是我很需要考量 还有我可能要用到很多水 什么地方有水 对我是很重要 或者我们有特殊的废气物要掩埋 要怎么样去排放 或者配水要排放 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那譬如说像电 我们需要的是很多电力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 什么地方可以提供 再来 当然做生意都是会要借钱嘛 所以金融机构 还有搭配我们刚刚讲 我们要做一些研究啊 那有没有旁边这些研究机构的话 可以提供 还有政府支持 政府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聚落 所以大家都到什么地方去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武树林的 武树林的那一个 这个兰华科技园区 因为政府支持 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 还有呢 这个税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跑到 那个开曼群岛去设 因为那边不用税 一块钱就可以开公司了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考量的 那所以 为什么政府会去做很多的工业区 就是这样子 他帮你考虑到什么 好像我们的这个信竹科学园区 当时为什么写在信竹 因为有这个交大清大 他们有多资讯的 这个学生在那个地方 然后土地的话呢 政府帮他们框起来了 有一个这个工业园区 所以这个土地成本的话呢 对大家来讲是比较便宜的 那当然这个交通上的 这个交通的话呢 考虑到有这个 中山高的一个经过 有帮他做这些规划 所以园区里面的话 还要有什么 当然就要帮他设好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输入银行 其他的这些主要的这个 可以提供政策性贷款 这些银行的话呢 都要在里面 那研究机构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清大交大就在旁边 所以提供了 提供了学生 也提供了这个 老师的这个研究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整合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在进驻园区里面的话呢 政府可以提供的 一些优惠的一些措施 还有整个政府 本来在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话呢 这个是政策的一个主导 所以新竹科学园区 它的一个产生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构想 大概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考虑的因素呢 对厂商来讲的话呢 都是很优惠的 那同样的我们也比照了 这个新竹科学园区 我们有刚刚我讲的兰花园区 但是它基本上 它不是国家级的 它现在还是归台南市政府 在管理 但是 当然它的一个想法 是比较接近在 供应商的一个部分 当然土地成本相对 也是比较低了 那个地方很重要的是 希望能够帮我们 兰花业者可以出口 所以它需要设海关 因为要出口 最重要是检疫的部分 这些兰花要出口的话呢 都需要检疫 所以在那边的话呢 就需要提供这个检疫的 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我们另外一个国家级的 一个农业相关的科学园区呢 就是在屏东 在屏东 叫长治吗 还是什么 在那附近 那这个农业的科技园区的话呢 大概就是比较 比较我们科学园区的 这样的一个构想 当然里面也是 有一些需要的 这个金融机构的一个部分 那他也希望去招商 他也希望就是说 譬如说 农委会当时在政策上呢 非常强调 就是我们的观想鱼 观想鱼的这个 出口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 这个检疫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然后他也希望这个出口的话呢 交通便利很重要 对不对 好 所以那个地方的话呢 大概 那里有没有高速公路 有 国三 就是国道三 福尔摩沙高速公路 他最后不是会下到 东港 那个大鹏湾的那个地方 最后他已经接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国道三的话呢 会路过这个 会路过这个科学园区 所以他从那个地方要经过 要到高雄港 要到这个小港机场的话呢 交通上面相对来讲 是比较便利的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好 那我曾经跟学生去那边听简报 那我就问学生 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来 学生说不会 因为这边的土地成本太高了 他说租金太高了 他说我去外面租的话呢 比这个工业园区 比这个科技园区里面的话呢 租金来的便宜 是当时学生讲的 那我们也把这个话呢 转给当时的这个主任听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了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发展的话呢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慢 但是这里面 有一个蛮贴心 他们蛮贴心的一个规划 他们盖了很多的这个房子 没有很多啦 就是他们盖了一些房子 也就是说在周边来讲 这个生活的机能不是很完善的时候 他们就提供给这个 里面的进驻厂商 他的员工 或者是说 他们请了外来的这些专家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租他们的这种 短期的这个房子 就提供有这样的这个 盖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子的话呢 让他们可以短期来住 让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个 增加一些生活技能这样子 这是这个园区里面的话呢 他们比较贴心的一些设计 好 那我们台北市有没有 类似这样的工业园区 我们台北市这样讲好那个 好天龙国 好台北市有啊 台北不是有个内坑吗 内湖科学园区 好南港呢 叫软体园区 好 也是这个因为台北市 当然腹地没有那么大 好所以我们能够做的 可以做的这个 这个园区的话呢 当然规模就比较小 好所以如果你去看 南港的那个园区的话 那个软体嘛 软体不需要什么土地吧 好他希望呢 就是把这些工程师的话 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的一个地方 好所以他主要大概就是 盖启东大楼这样子 好那当这个 软体园区成立的时候 那几栋大楼刚盖好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不是今天你看到那样子 好捷运也还没有通 然后也没有那个展览馆 好当然那个 那些百后公司也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的 好所以 当时我当市政顾问的时候 我们去看 好就是这个产发局 就带我们去看的这个件事 我们就跟他讲 你缺乏生活技能啊 好因为到这边来 在这边来工作的话呢 他要嘛 他如果没有办法这个要加班的话呢 那到外面去 外面里面有便利商店 好然后要回家的话呢 他一趟回去再回来 那个路程都非常的遥远 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所以从那时候我们提出建议到现在呢 大概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 才有今天的这个周边这样的一个发展 好所以 做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园区的一个规划 或者升级园区的一个规划 其实在强子的选择上 也跟我们这边讲的 其实是一样的考量 好你要怎么样子 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些因素的话呢 都把它考虑进来 好 再回到我们的香蕉的问题 我们香蕉种在哪里好 对我们香蕉应该种在哪里好 不是吗 如果我们要跟人家 香蕉主要生产地都在哪里 你知道的 台湾的香蕉都生产在什么地方 这经过高雄骑山吧 对不对 屏东离港嘛 然后这个台中那边南投那一带 所以有什么屏东郊台中郊 就是这样子 它是不同的这个生产地点 然后香蕉就会有点差异 所以我们要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这些资讯的话呢 都要去收集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个香蕉生产 它应该比较 比较倾向 你选择的应该要倾向消费者 还是供应商 还是考虑土地成本 那我们考虑的运输应该以什么为主 土地成本很重要吧 因为我如果要中很大片的话 那个土地就很重要了 土地成本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厂子选好了 好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技术 所以人员要配多少个人 这一公顷土地我要配多少个人 是不是都要考虑好 再来就是所谓工厂内部的outlet 就是那个机器应该怎么摆 人应该怎么把它放进去 这叫我们叫outlet 那大概有这三个方式 一个是用process 用制程来做安排的 一个用产品来做安排 最后一个就是用工作站的方式 这是课本里面的图 所以比如说用process 汽车维修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车子进来 然后中间里面的排列的话 它就照着这个汽车维修的一个 需要先看什么 比如说你要先看这个前轮定 看轮胎的定位 然后再看车身 然后再看引擎 然后再做安全上面 下车的这些检查 所以它就把这个 排在这里面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 修理好的车子出去 然后再来就是看 产品的一个部分 就这个电子产品的话 就变成是组装 这是组装的一个过程 这个产品 那每一个workstation里面的话 它都要用什么 这每一站里面的话 它可能都在加一片东西 加一片东西的这样子 把它完成出来 所以这个应该是电路板吧 Security board 就每一块 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就要加一个电晶体吧 加一块电路 没有你看过吗 把你的手机打开来看 后面就有一块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电路板的那个部分 上面就有很多的零件 所以它在就是这些零件的话 就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接上去之后 再去加另外一个 跟车子来讲也是 一样车子在组装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大概也是这样子 所以先有车口进来 然后把椅子放进去 或引擎放进去 然后把什么放进去这样子 这个车子就这样子 一路一路走过来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工作站 就像这个 这是这个轮船 那课本另外有一个举个例子 是这个飞机 飞机的一个组装 这些零件通用过来之后的话呢 就要把这些零件的话呢 通通组装在一起 你可以到高雄 到高雄的这个 那个过港码头过去那边叫什么 骑津吗 这骑津那边就有很多 台湾人很多的这个造船厂 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它造船的时候 它的船呢 要造的时候 它会在固定的位置上 就是它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然后就把这些零件的话呢 就在那个 在那个固定的那个 那个位置上面的话呢 都把它通通组装好之后 然后 当然那个组装的地方 下面是有水 它其实就盖在那个海 盖在那个海上面 所以船组装好之后呢 当然就会从那个地方 就你看到那个 敲破那个瓶子 就下水点里的话呢 就这样走出来 所以那个船呢 是这样子 这样子组装出来的 那你可以想象 那飞机课本 课里面就有讲到这个飞机嘛 讲波音 那波音大概 它主要的一个组装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华盛顿州的 西雅图的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到西雅图去的话呢 这个波音公司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景点 它就会开放 给大家 就是它的公司 然后就可以有去导览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们在组装飞机 那当然它已经非常的这个 机械化 这个自动化了 所以它真的用的人不是非常多 好 组装好之后呢 飞机要停到哪里去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 组装一架那么大的一个飞机 所以它的那个工厂要多大 那组装完之后呢 飞机要停到哪里去 它不可能盖一个好大的 盖个停机坪 然后上面摆个石架飞机 放在那边对不对 基本上它一定组装完之后 希望你马上什么 可能做一些简单测试之后 你赶快把它开回家吧 所以上次长荣不是去那个 包括我们中华航空公司 不是也去接了一架A350回来吗 也都是你们自己要去 去把它开回来这样子 去把它开回来的 所以这个船也是 你可以想 这就跟我们在 跟消费者 你在拿这个产品的时候 跟我们平常是不太一样的 就如果你有机会去做 这样的一个参观的话 这其实是蛮有趣的 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在layout的一个设计 再来是产出 这就讲到需求了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要生产呢 你第一批货 你什么时候要生产呢 你要设计 通常 譬如说我要在第一批货 什么时候要生产 然后这时候你当然要估计 我的产能 其实我们刚刚讲 我的产能事上我设好了 我不见得要用到全部的产能 我不见得要全部开发 我会根据市场需求 那等我刚刚顾了市场之后 那产能就会跟市场来做比较 所以我不见得一开始 我要把我的产能充分使用 可是如果市场需求改变的时候呢 我的产能 我的市场需求超过我产能的时候 我如何调整 这都是在 这是生产的细节 这是生产的一个细节 我每一次出货 我应该多少时间 所以像刚刚我们讲 那个飞机的那个部分 大家想 煮一架飞机要多少时间 对不对 煮一架飞机要多少时间 所以我一年才能够煮多少 上一次我看到电视上讲 A350大概120天 煮一架飞机要120 一年 他准备一年要煮120架 所以三天就要煮一架 三天就要煮一架飞机出来 因为华航跟他买了50几架 那当然他不会只卖华航 他还有其他的 但是 A350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个飞机 所以必须让他的这个 员工的话呢 在组装上面的技术更加精进 所以你要必须有这个规划 像我们刚刚讲 你三天就要煮一架飞机 那你需要多少 你要排程啊 你就需要这排程 就牵扯到我们后面讲的 课本就拿这个出来 这是这家公司 他们做的这个冷冻的 这个水果 这些派 好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知道 像南瓜派呢 什么时候最受欢迎 刚刚过的万圣节都在吃南瓜派 对不对 好 因为一边嗑南瓜 然后一边在那边叼南瓜 然后一边就要吃南瓜派 好 那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吃这个 Apple派 好 所以这个都是旺季 这都是旺季的时候 你怎么生产得出来呢 你怎么去调配呢 它其实有上百种的派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甜的 然后这个是咸的 它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派 它要怎么生产呢 它的整个生产线要如何来调配呢 所以课本有一张图上面 他就问了 他说如果你是这个Manager的话呢 那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可以让你这个产品呢 做出来的时候 送到消费者手上 跟他期待的是一样呢 好 这是 这就包括你的制成 所以 如果说 这个Apple派的话呢 其实是我现在才 我是十月底 需要这个Pumping派的话 这个南瓜派 那我大概什么时候把它做好 越新鲜越好 对不对 它应该越新鲜越好 可是一下子 需要挤进这么多的量 我不可能在三天之内 把这个我需要的量做出来 那我就会需要 可能要提前做 我要提前做 那我要提前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做完之后 我如何把它保存 让它送到消费者手上 还是一样的品质呢 这就是你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好 我每次有碰到一个学生 他正在做冷冻调理包的 好 等我接着说 我就问他说 这个粽子出的怎么样 他说 如果我现在还在接订单的话呢 我今年就不用做了 我今年的订单是去年就接了 那我说 那你现在在接什么 他说我已经在接这个 过年的这个年菜的订单了 好 所以我现在就问他说 你过年年菜订单 接的怎么样 他今天就跟我讲 老师 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我也可以倒闭了 好 我到现在还没接到半个订单的话呢 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 至少半年之前都已经做完的 好 所以你要去跟人家调货的话呢 你想 他跟我讲 他就说 那个 到这个时候的话呢 譬如说可能再过一阵子 他就会跟我讲 这个我的订单已经全满了 谁要跟我调货已经不可能了 老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特别给你一个 好 只有这样的情形了 其他已经都没有了 好 所以很早就已经 都已经结束了 这些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 产出规划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 谢谢 刚刚呢 用下课时间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香蕉研究所 果然有蛮多的资料 好 然后我查到他有一个资料呢 是他做这个 推荐如何种有机香蕉的 然后 他说呢 台湾的香蕉呢 主要有两个品系 一个叫滑椒系 就大概就是比较 一般看到的那种香蕉 另外一个是巴椒系 巴椒的品系 那滑椒系呢 有北椒 宝岛礁 台椒二号 五号 六号 所以那台椒二号 五号 六号 基本上就应该是 我们的这个农政单位 就是农改厂 或者是香蕉实验所 他们自己改良出来的 那大概现在是以北椒 为主要的品种 主要我们刚刚吃的那个香蕉 大概是北椒 然后芭蕉的话 就大家要知道 那个相对是更Q的那一种 这个芭蕉里面呢 有铝宋椒 南华椒 淡椒跟玫瑰椒 如果你去市场上 你有看到那个很小的那一种 的话呢 就叫淡椒 那其实我有跟别的老师讨论过 我们会觉得说 芭蕉对台湾相对来讲 或许是更加有竞争优势 那他们的生产建议呢 他们建议呢 这个香蕉在种的时候 那个行跟株的这个距离的话呢 大概是2.4公尺乘上2.4公尺 或者2.4公尺乘上2.1公尺 所以大概建议就是每一分地的话呢 大概170到180株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1公顷大概就是10分嘛 3000 大概是3000多平一点这样的一个面积 所以你大概就是种到1700克到1800株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资料他是说 如果是照顾比较好的香蕉的话呢 这一株大概就是那一串香蕉的话呢 大概可以收成21.6公斤 所以算下来21.6公斤你乘上1700克 大概是多少公顿 对不对 你大概就可以算一公顷大概是多少公顿 大概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估出来 好 那刚刚 橡胶是用侧芽嘛 所以一般来讲 橡胶是在生长过程 它的侧芽其实还是一直长 所以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把那个侧芽把它砍掉 那大概开花结果的时间是一年 从种下去椒苗一直到长 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 那刚刚我讲说过去我们大概都会 两年会把它把它砍掉 就是 基本上大概 以前是更早之前 大概就是每一年都把它砍掉 从种 后来有人就是把它旁边的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侧芽把它留下来 让它再长一次 让它再长一次 所以两年再去做更除这个动作就可以 就不需要 然后当然这个我刚刚讲说这个长一串事实上是保留下来的 就是 其实它还是会开蛮多 它其实会有很多花 所以你要把它摘掉一些花之后 留下一串就好了 就是留上那一串把最好的营养留在这个 留在这个香蕉这样子 好 那当然现在的这个 如果我们讲说要做有机香蕉的话 可能一开始就要用这个主培苗 就不是说是用那个侧芽分出来的 就直接就是用主培苗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胶苗把它培育出来 然后在主培的过程里面保证说这个 培出来的苗的话它是无毒 它就没有受到污染 要做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包括土壤里面的这个管理的话 通通都是都需要考虑到的 才能够确保它是有机的一个香蕉 好 那其实为什么这个不要用种子来繁殖 一方面那个种子很难拿 另外一个种子它其实 它的那个遗传性的话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用主制栽培的时候就无性繁殖 其实更 其实可以把这个性状的话呢 把它全部保留下来 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作物的话呢 我们是采取这个主制栽培的一个方式 在培育它的一个性种苗 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好 好 那operation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想到 前面这一段我们都是在讲 如何生产的部分 好 包括就是说你要生产 同学很质疑 这个市场需求到底怎么估计呢 对啊 市场需求怎么估计呢 最简单的一个估计方法 全台湾有2300万 2350万 是不是 好 那这里面会吃橡胶的大概占百分之多少 会吃橡胶的 一半有吗 一半好了 对不对 小朋友不吃 年纪大的应该会吃 好 但是我不要太贪心 我就占一半就好了 那一半就是多少人 1600多 1600万好了 好 台湾的人口里面有1600万会吃橡胶 好 这样合理吗 对 1600万 那1600万人的话呢 一年吃几根香蕉 可以这样推吧 一年吃几根 好那我们大概可以从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粮食平衡表里面有去算 我们去 我们的总产量去除上人口数去算这个粮食 这个粮食平衡表 然后就去算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大概吃多少 好吃多少的饭啊 吃多少的肉啊 多少公斤这样算出来 好 所以大概去倒退一下说每个人吃多少根的香蕉 或多少公斤的香蕉 就有这个数字 好那譬如说我们去估计 每个人一年 1600万每个人一年吃10根好了 假设吃10根 那就要多少根香蕉 对 就这样算 那就这样算 那我只要占多少 好假设是1亿6千根的香蕉 全台湾一年的需要是1亿6千根 那我只要1%就好 那我只要生产多少根 这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一个估计的一个方式 最简单的一个估计方式 那当然我甚至可以估计 这个1600亿里面 他喜欢吃有机香蕉的有多少人 可能 好因为我的有机香蕉会比较贵 好所以有机香蕉大概只占多少 这1600万里面的 占10%好了 那所以大概只剩下 160万的人会吃有机香蕉 那160万的人里面的话呢 他每一年吃10根 所以那就是1600万根的香蕉 那1600万就是需求 OK 好所以那我的产能呢 我就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 就是大概我们在做这个市场需求的话呢 最简单的一个估计 因为 蛮难挑战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对不对 除非他有更好的方式 那不然的话呢 你这样子来推的话呢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那我们从这个采购 一直到生产 一直到这个最后品质管理的 后面的这一大部分 好 当然还是讲我们的香蕉 对不对 就还是我们讲我们的香蕉 那我们的椒苗呢 刚刚讲 这个香蕉试验所 它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香蕉的一个来源 那当然如果有人 譬如说如果学校 某老师他在做这个主培 他培出来的香蕉苗品种更好 这个生长的量更多 品质更好的话呢 他也可以销售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可能从 考量就以他来这个 变成是我们采购的一个对象 但是你要采购 有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就是价格是一个因素 品质是一个因素 这个厂商呢 他到底可以供应你多久 这里面我应该加一个数量的问题 我需要 我需要这个 譬如说我如果要重10公顷 刚刚我们算1公顷 大概要1700株的这个椒苗 所以我重10公顷的话呢 要17000株 那你可以给 你可以有这么多的椒苗 卖给我吗 所以在量的上面 在价格上面 这也都是一个要考量的因素 还有这厂商的可靠性 他会不会这次卖了 明年就没有了 他就只卖这一次以后 就都没有了 那还有交易的一个条件 这是我可不可能用信用交易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来跟你买卖 因为这个17000株的话 一株10块钱 也要十几万 10块钱会不会太便宜了 这我也不知道 这些数据是多少 那所以你是不是这个都是你要考量的 做交易的一个条件 然后再来到考量呢 这个当然运送的 运送的一个过程 谁愿意帮你负担这个运费 他愿意负担的话呢 那当然更好了 其他考量的因素 你跟谁买 或者法规规定你 你一定要买什么 有登记的 譬如说 我们的学校里面的 这些供应的厂商 他一定要有 以前叫做GMP 现在叫TQF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这样子验证标章的 这个厂商的产品才可以用 或者是有这个标章的产品 才可以进到校园里面去 这就是法规的一个规定 那企业形象的话呢 譬如说 我们都强调说 我们要照顾弱势啊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小农啊 要去找那个什么 单亲的这个妇女啊 什么这些 找这些团体来买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其他的一个考量 某一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这也回应到 你对这个 社会企业的一个期待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些因素 好 这是在采购 这是走苗的部分啦 好 刚刚香蕉的话呢 除了走苗 你还要买什么 刚刚这里面还讲 在有机的话 要买有机肥 中文这个香蕉要买有机肥 有机肥 不是你自己说的就算 有机肥 对还是要经过农委会去帮你确认 不是说你自己就把什么厨余啊 把什么树叶扫一扫 然后就把什么细菌拌一拌 这样发酵就叫有机肥 好 不是这样子的 好 它还是有一道的一个程序 然后所以拿到有机肥的话呢 它是要一个许可的 你才可以讲说 这叫有机肥这样子 好 所以你要需要肥料 对不对 好 然后它也需要灌 需要浇水 好 刚刚上面我看到资料 还说 这个一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要浇水 然后水的高度要有这个 十公分啊 多少要这样子 有这些 还有这些规定 然后 这个 香蕉原里面也常常会有蜘蛛网 有没有 它会有杂草 所以你要除草 然后香蕉也会生病 香蕉会有什么病 这个植物会生的病呢 有细菌引起的 也有病毒引起的 也有昆虫引起的 知道吧 好 所以像那个什么叶黄病啊 这种可能就是病毒引起的 然后有什么像鼻虫啊 这就是昆虫 所以这个 它的这个植物生的病呢 其实跟动物是其实蛮像的 都是细菌啊 细菌啊 然后病毒啊 昆虫会造成它的这个疾病 所以它也需要用药 所以这些你通通都 这些都是要你去采购的 你都需要采购这些东西 好 再下来就是存货 那这个存货 我们讲有其中种类 第一个是原物料的部分 好 刚刚譬如说你买的这个 有机肥啊 你买的这些没有用完的农药的话呢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原物料里面 都是你的仓储的部分 然后生产中的 比如说香蕉还在生长 在树上的 在树上的那个呢 当然是生产中的 生产中的香蕉 然后采下来呢 香蕉就采下来之后呢 那当然就是成品了 对不对 这个 那个 这个要叫什么名字 这一整串 一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啊 一批是吧 好 这个就变成一个 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香蕉 那这个就是成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 香蕉它需要有 后手的一个作用嘛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场地的话呢 去做 以前我们都用乙雀 来让它做 让它来做后手 好 那其实它大概 现在应该还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 后手的一个方式了 好 这是香蕉比较特殊 就是它在树上 我们不会等它 就是所谓这个 再重红 不会让它再树上熟 就是它还是 新色的时候 就要把它 就要把它 就要把它这个熟成下来 然后再做后手的一个方式 好 因为这样子它的 后手的这个颜色 也会比较漂亮 好 所以你都需要什么 仓库对不对 你需要一个去放那些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农业资产的那个地方的 好那当然生产中的香蕉呢 就挂在树上 那也还好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管理的 不需要什么仓储 最重要 你后面收成的这些成品呢 你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地方去放了 一定有一个地方去放 好 那这都是存货的部分 一般来讲 存货管理系统的话呢 大概我们讲的 就是MRP的这样的系统 好这个是电脑资讯系统 你大概加上一些条码 加上这个RFID的一个技术的话呢 大概就可以把这个 仓储管理得很好 可是香蕉呢 原物料大概可以啦 可是生产中的香蕉呢 你去把它贴一个条码嘛 注入晶片 好 每一根香蕉都帮它注入晶片 然后水就又可以用那个RFID的这个Reader 读一下 就是要香蕉的去处 这成本太高了吧 这农业上相对是很困难的 不过在我们其他的工业生产上面的话呢 这个存货管理大概都会有 但你也可以想像 像这个 像这个Amazon的这个整个仓储管理系统 它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出货 所以它几乎进来的每个东西 大概都要条码吧 不过它哪知道 我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以前我们说什么 奇摩是要什么都有什么 现在已经是亚马逊 你想买什么都有什么 所以它的那个仓储是非常大的 它的一个仓储的话呢 大概就是那个足球场的十倍大了 但是它已经有不少的那么大的 多少个那么大的一个仓储 来放这些东西 所以它已经不是用人力管理了 它很有名的就是有一个小机器人 去塞 去塞这些货品 所以存货管理系统 电脑是很重要的 那just entire 这个存货管理呢 这大概就是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 他们的这个 他们使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有点像就是 它把它的所有的零件呢 都放在什么 生产者 都放在它的原来的这个零件供应商 当它需要的时候呢 再统统把它汇集到 它的这个 Assembly 这个组装的一个组装厂去组装就好了 所以just in time 那我需要出货的时候呢 都全部送货到这样子就好了 我刚刚刚那个 我的那个 我们另外一个助教 他们家在做纽扣的 刚刚我们在讲那个制程的时候 他给我 他讲了他们家自己的一个经验 他跟我讲说 他们的纽扣也是半年前就要做好 可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纽扣呢 当然他们就要去 他们要去看这个服装咒 就看服装咒的时候 因为他们家做纽扣 所以就会特别仔细去看这个 新的一季的 这个春秋朗季的这个服装上面的 一个纽扣的一个特色 所以他就马上 因为那个服装是还没有做 在服装秀的时候是还没有做 他在告诉你 下一季的话 明年 明年的春季 明年的秋季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衣服 所以他们就特别去看那个纽扣 所以他们就已经要开始去准备 去生产那样子的一个纽扣 所以一样的 你不能够等到说 人家开始做衣服的时候 你才开始去生产纽扣 你必须要到衣服开始 衣服设计之前 你就已经把你这个纽扣的话 准备好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跟加持银碳 其实概念上是蛮类似的 你必须应该 在这个之前的话 对这个做衣服的人来讲 他会知道说 我的纽扣供应商 会在我需要的时候 他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都已经准备好 所以当我下订单的时候 他其实 他已经可以给我很多筛选 这一剂符合跟这个潮流上面 符合的这些产品的话 事实上都已经 在他的这个目录上面的话 都可以让我来筛选了 好 那 但刚刚我想到就说 我们讲到树上的香蕉 树上的香蕉 他算不算也可以 放在加持银碳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说让他在树上掌一掌 然后需要的时候呢 我再去把它砍下来 好 然后 这个在过程里面 如果我的运输车够好的话呢 他就在那个运输车子里面 后手就好了 好 就不需要另外再一个仓储的一个 这样过程 那直接送了 尤其是如果在海运的过程里面 在海运的过程里面 他就达到后手的目的 然后到这个 到这个 采购的地方的话呢 到最终消费者打开 货柜打开 香蕉刚好熟成 好 就可以这样子 就变成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衔接 不知道可不可能 好 那接下来是这个 刚刚我们讲海排成的一个地方 排成的一个地方 那这里面 在制造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生产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把人员 把我们的资源 跟我们的设备 做最适当的这个配合 那所以 当然要达到最有效率 就是 充分地使用你的人员 就 刚刚比如说我们讲服务 那这个时间点里面 有服务的话呢 那这个人 他的劳动力 他当然就是 就没有 没有储存的一个效果 所以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排成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资源 充分去使用 大家也可以达到最大产能 尤其是在 我们的产能 在这个需求大于产能的时候的话呢 那他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是什么 有些人过了 然后有些人协着没事做 所以可以让他整个这个 人力的部分 设备的部分的话呢 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不需要有人做得太辛苦这样子 所以 这个地方的一个计算的话呢 他就是变成是很专业的一个 很专门的一个学问 看到这个相关资料里面 他譬如说他要用这个 线性怠数 要用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Programming 要用Programming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来计算 那这边 最常用到的排成呢 譬如说工人的排班 护士要排班 晚班啊 早班啊 这些 还有餐厅的一个定位 餐厅的话呢 你的这个桌子的话呢 就是有限的 那你如何让他能够多翻几次 你每次都 周转率提高的话呢 当然 他的这个 产生的这个效益是更大的 可是 你接受定位的时候 有些人他可能定了 他不见得会来 那你要怎么样子 让他可以做的 可以让他是充分的去使用到 这只是 这可以用到排成 还有维修 你的所有的机械啦 你这个车辆的话呢 这个维修的时程 还有配送路径 这是对应输送业者 这物流业者 配送业者来讲的话呢 他们怎样去送这个车 送这个 像宅配业者的话呢 他们怎么去送过 同一条路上的话呢 这样送 会是比较好的 好 那 这些都排成设好之后 当然你很重要 必须要是什么 要follow up嘛 你要能够去事后去做监督 好 你才能够呢 确定说 你这个排成呢 是做得很好的 那这个应用的话呢 教室的使用 就刚好看到这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有几个老师 四个老师是不是 上课时段有八个时段 只有五间教室 你如何让他充分使用 好 如何让他充分使用 好 所以这个老师呢 就是这么多老师 然后他们上课的节 第二节 A老师在第二节上 B老师在第八节上 C老师上四五节这样子 好 所以你帮他重新排成之后呢 那你就会看到 他们是不是从全部塞到什么 这些教室里面去了 好 那当然像第二个老师好辛苦 他上了好多课 他用不同的教室 当然要确定他上的课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可以在不同教室里面上 好 就是 这就是一个 这个排成的一个运用 那 其实 我们刚刚讲到餐厅定位 好 你可以像 像这个 像高铁啦 台铁啦 他在火车 他的那个车位的定位的话呢 他的系统上面多多少少 也是要利用类似的概念 好 尤其他最后 最后他的这个位置 要是到 最后的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还没有卖出去的话呢 他是不是要能够再把它释放出来 好 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面 好 这是最后是讲到品质控管的部分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好 为什么要做品质控管 大家希望你的品质呢 是 越来越好 好 那我们前面讲的是 total quality quality management 所以从一开始 好 从一开始 从这个对消费者 对员工的这整整 这一串的话呢 我们通通都已经 把它做了这个 在规划里面 好 好 那现在讲的是 比较偏向在后端 好 这个产品真的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呢 可以有一些 好 有一些验证的一些标章 好 那包括我们生产的流程的话呢 好 我们都可以拿到 好 都可以有一些 真的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改善的部分 好 这是我们讲品质控管的一个部分 那像这边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好 这是从计学上我们讲的 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 control chart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好 在这个 一般的这个 出同的课本里面 大概最后 最后的这个 倒数一 倒数第二章 第几章都会讲这个部分 好 就是我们在生产的制程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去抽样 好 抽出来的结果的话呢 去画这个图 好 因为生产 当然机械再怎么生产 还是会有随机的一个情况 所以 在怎么样子的一个随机情况之内呢 你这个 做出来的这些 这些抽样的这些样本的 一个平均数 或者是 这个变异数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的话呢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变异呢 是随机产生的 而不是真的说你的制程有问题 这是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的一个概念 那比如说讲这个六个sigma 六个sigma的话呢 这也是几率分配上面的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 六个sigma平均数加减三个 加减三个标准差呢 在常态分配的情况 是占全部的99.7%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的生产的制程 在六个sigma之内 那当然重要的是 我的四个sigma多大 我可以四个sigma 我的变异数可能很大 那这个六个sigma的范围呢 可能是从1到100 对不对 那我的变异数非常小的话呢 我的六个sigma的范围在哪里 在0.001到0.002时间 那是不是有变异 那就没什么差别啊 这个就是品质控管就非常好 所以当时讲六个sigma的一个概念呢 他是讲平均数加减三个标准差的话呢 是占全部99.7% 但是编译数多少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那个几率分配是什么 几乎是就是在平均数的左右 一点点的这样子 这是六个标准差的真正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可以容许的瑕疵率有多少 比如说这个三星的Note 它不是自然的时候 它开始有自然现象的时候 三星对外说 我们的瑕疵比率是多少 100万支手机里面 我们可以容许有五支还是多少支吧 他们是这样说的 然后就有这个 就有人这个不认同啊 怎么可能 100万支里面有五支 你要真的做到六个sigma的话 你100万支里面可能只有多少 一支都不到是不是 好你可能是千万分支 这个1000万支里面才有五支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严格要求 好 所以这是品质控管 好所以最开始提出这个六个sigma 就是希望那个变异是这样子 这么微小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 国际的一些认证 那最主要的这个国际的认证 就是这个我们叫ISO 我们叫ISO 它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认证 比如说在你制程方面的话呢 你可以去拿这个ISO9000 然后在环保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觉得你很关心环保 那你可以去拿ISO14000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证 那如果是食品工厂的话呢 大概就是会去拿ISO20000 或者ISO20000 那它后面也有在进阶版 ISO200001 ISO200002这样子 所以它的这个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要拿我这个 拿我这个标章的话呢 那你需要符合哪一些条件 你需要哪一些条件 你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标章 所以你要很注意的 它讲的是什么 像你拿说ISO9000 它讲的是你的品质管理 在你的设计 在你的制程上面 在你的产品测试的这方面 所以你不要随便拿一个ISO 就说我是有ISO 我就好了不起 你要看它是ISO什么 看它ISO什么 所以食品厂不是说 我是有ISO的 有ISO又怎样 食品厂你要的是什么ISO 你去拿一个ISO9000的 食品厂拿一个ISO9000 有什么意义吗 它只是说你的品质管理的 这个什么 系统很好而已 符合我的标准 它有没有说你的这个食品厂 生产过程很安全 符合这个GMP的规定 没有 所以 不要被这些 我们现在很容易被这些 这个验证的标章 被它所蒙蔽了 你要清楚的去了解 这每一个标章 它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看到说 我有ISO 我有什么 就觉得它好厉害 好 最后这是课本吧 刚刚我们讲的 做了一个会诊 那最后这一段呢 是讲生产力的部分 Productivity 那我们大家知道 生产力的话呢 就是 基本上在我们经济学上的定义的话 我们大概会去讲说 这个 每一个劳动力 每一个小时劳动力的话 它创造出来的GDP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叫Productivity 那你要提高这个Productivity 的话呢 当然自重化是很重要的 后面讲的是 你能够加上电脑的辅助 加上一些电脑的一个辅助 来帮助你 所以这个大概相对应的讲 是这些东西啦 所以 我刚刚在举香蕉这个例子 有没有 好 我不是讲 我可不可以把晶片植进去 然后我就可以溯源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样讲溯源 不是要这样溯吗 这样才可以溯得到吗 那这个怎么样把它 就是从那个香蕉的这个 朱苗开始 或者我们把荧光加进来 是不是 香蕉有荧光的话 好 那以后就是一个荧光的这个 读一下 就知道这个香蕉呢 好 可以去追溯 所以说她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好 所以 最重要我们讲到的 尽可能在我们的生产过程里面 要做什么 电脑辅助 好 服务业需要吗 这些电脑辅助在服务业里面有吗 像什么 服务业里面用到什么电脑辅助 有啊 现在那个不是拿出来 都拿一个平板 拿一个小小的那个什么出来 点菜 是不是 马上点一点 然后就送到厨房去了 有很多餐厅 现在已经是这样子 不是在用那个手写 好 然后也不会就是 顶太风就这样做 不是吗 他的那个 他可以再用那个 他已经是用那个 小小的这个平板在进行了 或者宅配的话呢 他们不是也会用平板 然后叫你签收的时候 会叫你签在什么 签在那个平板上面 好 这个都是可以去节省大家的这个 这个时间啊 好 精力的 这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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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